就在私底下 我只有跟他起码有一个几年没见过了 现在是剩一号了 到这来对吧 对 你有一点点眉目吗 没有 无从下手 来吧一号 一号 请提第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合作过吗 从来没有合作过 天哪 请问您的职业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 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你懂事之后 天哪 如果现在你想对我说一句话 你会说什么 我希望提示我一下 如果此时此刻您想对我说一句话 您会说什么 笨了 太笨了 连我都猜不出来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天哪 你是我的兄弟姐妹 什么样的关系呢 姐妹 这回答 我的蒙圈 这谁呀这是 王晴是你吗 那么一号 王坚中是不是 他的同班同学演员王晴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 一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答错了 掌声有请温曾龙 天哪 你绝对的 太过分了 要是我们才是 演员温曾龙 是大来宾张晶晶大学时期的同窗好友 但在影视剧中却一直没有机会合作 今日昔日同窗相聚舞台 将讲述哪些属于青春的故事呢 晶晶我们是大学时候的朋友 那个年代就是咱们最青涩的时候 所以他们刚才有问我说他现在的变换这样 我说永远他在我心中就是大晶晶 就是还是心目中的那个永远变不了的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特别逗 就是 你要敢爆料我的料 我就有很多料要爆你 我好像料比较少 这有点互相威胁的意思呀 我们那时候东西谈恋爱 就是巨大的消遣就是坐在楼梯上 然后互相聊天唱歌啊 因为他是贵州人 他说话是一开始我听不懂的 我就想你老瞒着我 你说我台词不好吗 他永远在我们八楼宿舍那点了一盏蜡烛 因为熄灯了 他们都不在 我都害怕 他点个蜡烛 然后坐在那 我们看上是个飘窗 他就躺在那吃各种零食 巧克力 生命在于伙食 然后各种饼干 然后每天我回到寝室的时候 沾沾心吃一顿夜宵 然后聊一会儿 然后再回去睡觉 你是从吉林通话考来的 你是从贵州吗 对 贵州 那时候我是读舞蹈中专 然后就是中专刚毕业 就考上电影学 你是怎么考上北电的呀 我当时就是觉得想 在吉林通话考吉林艺术学院 结果那一年不招生 我说那毕业不招生怎么办呀 因为提前录取是多一个机会嘛 然后别人就说 你要不要去北京 然后我就想 我什么都没有学过 可以吗 然后没有想到 跟我妈商量 可以你去吧 好支持 结果来了以后 在人学校门口一直转 因为不知道怎么考 考什么都不知道 你是白纸是吧 白纸 那你还不像他们 因为人家在舞台上 已经走过了 对 但是好像都跟 就是因为小时候学 我妈妈让我学小提琴钢琴 她是希望考音乐学人的 但是后来我就是喜欢表演 然后就也是有机遇就考上了 考上之后才知道 其实你以前学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为你之后的 这个事业服务的 是的 是的 就儿童时候练的好多兴趣 像我们钢琴啊 像我们练体操啊 然后唱歌啊 因为原来我是听力很好 想去当指挥家 结果阴差阳错 一点都没用上这些 那所以就是你其实也是有音乐素质的 对吧 也是学过吗 对 要不然不可能一张完全白纸 不要是如果没有 比如说连兴趣爱好都没有学过的 很难的 因为毕竟竞争很厉害 对 我连普通话都讲不明白那时候 那你怎么考上的呀 你普通话的说法 就是我特别机智 我就想 我要是考台课 身材型表可能比他们要差点 但是我特别聪明 就是考的所有的都是老师意想不到的 但是又在情理之中 他就觉得我很有演员的素质 当然齐老师嘛 他找我的时候说 你考了我们学校 不准考别的学校 我们电脑是可以联网的 我说你说话算数吗 说我是习主任 我说哦好吧 我就别的都没有考过 就考电影学院就考上了 那其实肯定是因为 齐老师给你暗示了 给你暗示了 对 如果他要觉着你不行 他肯定也不会说 你只能考我们 这不耽误你吗 对吧 今天呢 其实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是 齐老师还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啊 张晶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我觉得张晶晶呢 首先做人 对吧 我觉得这人呢 是很愿意帮你 而且呢 为人很善良 当年他还发生了一件趣事 趣事嘛 就是一个老师嘛 告诉了一个很著名的老艺术家 说你班上有一个张晶晶 那张晶晶呢 他怎么怎么用不用不好 于是几乎造成了一个误会 后来嘛 张晶晶呢 我问了张晶晶 张晶晶这人很勇敢 他找那个老艺术家 问你认识我吗 那老艺术家你谁呀 原来是一同名的人 说错了 不是他 就这件事你可以看出 张晶晶是一个很正直 很勇敢的人 我预祝他有更大的成绩 陈老师对你们都特别好吧 像爸爸 我都从来都是叫爸爸的 我特别羡慕你们班同学 我觉得你们班特别好 也团结 而且我们班的人都挺单纯的 他是属于那种 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他有他的自己的一个世界 活得很快乐